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欢唐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就是战术引导战略。 那这个是架构师的一个很重要的思维。 所以,很多人认为架构师呢,其实是搞整个系统战略的。 但是我们现在所谈的是A段的架构师。 那么A段的架构师呢,是处于A段。 那么A段的人物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有总经理,有这个销售经理, 有这个市场的企划经理,有这一个产品的,这一个规划经理等等的。 那么这些都是战略的人物。 那么架构师呢,相对上是属于战术的,而不是一个战略的制定者。 所以呢,架构师呢,在A段必须要这一个以战术引导战略。 再来,因为架构师呢,经常是从V段而提升上来的,进升上来的这个A段架构师。 所以呢,它具有这个V段的很多技术的,这一个先进性,对于这一个生产段的细节的了解。 因此呢,在相对上,在A段里头,它是战术的擅长的人物。 所以呢,应该发挥这一个架构师在对V段的熟悉度,然后呢,来提供给A段的战略。 然后用V段的这个战术跟A段的战略,让它结合得非常的完美。 这也是架构师的一个天赋的职责之一。 好,在这一个单元呢,我来帮你介绍,架构师呢,为什么它要采用这个战术引导战略。 其中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刚刚所提到的架构师呢,它现在是指的是处于A段的架构师。 那么,A段大部分的经理级的,都是属于战略的高手。 那么,在那么战略的高手当中,最缺乏的,反而是战术的高手。 所以呢,A段架构师刚好弥补了这样子的一个空缺。 好,那么架构师呢,会要寻找惠影的战术。 惠影的战术,然后呢,来调整,来这个,跟战略的经理们,这个协商讨论。 然后呢,让这个战略的资源,可以集中在惠影的战术上,让战术极大化。 让战术的这个效果呢,的效益极大化。 OK,所以呢,我们就以几个企业的例子,来帮你解说,这个,尤其是IT行业的,来帮你解说呢, 这个战术引导战略的一些企业的案例。 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的第一个,这个,项目咯。 我们就第一个ITEM,OK。 好,首先我们就来谈谈,这个架构师擅长于战术引导战略。 那,所谓战术引导战略,它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一个,会赢的战术,小于极大化。 因为基本上,这个战略,是指的是战略资源。 跟这个目标。 但是战略资源跟目标,都要花很多的成本,都是属于cost。 那么,只有战术呢,才是能够获得呢,这个,效益的。 才能够获得收入的,才能够获得这个Profit。 就像在战场上,你的战略是没办法取得任何一块土地的。 但是战术,才能够在战场上,逐渐的战基地盘,逐渐的推进。 OK。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A段架构师的角色,是什么? A段架构师呢,顾名思义,就是他是,处于这个A段的, 那么来协助,这个产品经理,协助呢,这个企划经理, 协助呢,销售,协助总经理,来做决策的,来做决策的。 所以呢,在这个A段里头呢,架构师并不是战略的主要的制定者。 也不是战略制定的高手。 所以呢,在A段里头呢,架构师呢,这个要发挥自己的擅长, 而他是主要战术的提供者,所以呢,要尽这一份的责任。 OK,当7月的决策阶层,啊,决策阶层呢,顾名思义, 他就是战略的制定者。 OK。 战略的制定者,他从既有的战略,去寻找战术。 啊,就是一般一般的这个擅长战略的人,或者是负责战略的人, 常常会,啊,习惯于呢,在战略当中,去寻找这个战术,啊,寻找这个战术。 那他常常会遇到困难,啊,或者呢,这个战术可能是无效的,啊,可能是无效的。 啊,例如说,这一个一家公司,他卖的A产品卖得很好。 那么,他就想说,那我在战略上,应该让我的产品线,应该要完整。 啊,比如说,啊,我这一家一家公司,啊,一家公司。 啊,一家公司呢,啊,卖的是,这一个,啊,这一个PC。 那么,就想说,那我这一家公司,是不是应该让这个产品线更完整。 所以呢,可以卖Print。 啊,可以卖,啊,更多的其他的东西。 OK,那会卖的Print呢? 那我是应该卖的是Paper。 啊,卖纸张,等等的。 但是事实上,这样的一个战略的补给呢, 常常是,啊,可能是无效的。 为什么呢? 你可能是PC里头卖的最好的公司。 那么,在加了Print之后, 但是呢,Print其实在市场上, 并不缺一个产品。 在Print上呢,大家已经,啊, 这一个,啊, 有名的公司已经很多了。 所以你要再突破, 很困难的。 所以呢,反而呢, 这个在Print上面没有好的成绩, 啊,没有好的利润。 所以呢,他呢,会把PC部门, 啊,把他的对顾客的心中的印象, 把他的破坏掉了。 同时呢,也,啊,这个, 用掉了,啊, 这一个公司里头的很多资源。 因此呢,从这个, 如果这个要, 产品线要完整的这种战略思考呢, 那么常常会遇到的战术上的失败。 OK,所以呢, 那,这个,当如果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么A段架构师呢, 就会用会赢的战术, 去调整这种战略。 啊,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啊,就是要去,啊, 告诉这个, 决策阶层呢,啊, 啊,拿走的战术, 才会赢的。 那,为什么这种战术会失败的? 那,因为, 这一个架构师呢, 他是战术的专家, 所以呢, 这一个他能够,啊, 这一个创造, 柳暗花明, 又一春的, 这个, 效果, 这个经验。 OK, 好啦, 战略如果不能落地, 就成为挂在墙壁上的口号, 这就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咯。 哦,那么要落地, 一定要战术, 啊,这个。 啊,要落地, 一定要战术, 啊, 战略本身是无法落地的, 啊, 所以战略呢, 如果不能, 啊, 取得战术的一个大力的支持, 那么战略呢, 只剩下变成一个, 啊, 墙壁上的口号而已。 所以呢, A段架构师的角色就极为重要了, 它提供车类, 让这个战略阶层的有效, 去修正战略资源, 那么我们也必须要很清楚地认知到, A段架构师本身, 并不是战略制定者, 它可能不是经理人, 那么, 所以它没有战略资源的调度权, 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这一个孔明, 啊, 是非常有名的A段架构师, 他相对于刘备, 那么, 这个所有的资源, 战略资源都在刘备, 啊, 所上, 就说, 关公只会听刘备的, 张飞只会听刘备的, 这个都是这些大将, 啊, 以及他的兵, 都是这一个, 啊, 他的战略资源, 啊, 战略资源, 那么孔明是到了, 当丞相之后, 当宰相之后, 才拥有了战略资源, OK, 但是, 在当这个宰相之前, 其实在发表农中队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个, 他具有这个A段架构师的, 一个非常非常的, 优越的, 这个技能, 啊, 就是, 战术引导战略, OK, 啊, 宗宇呢, 他以他的战术, 啊, 来引导战略的一个奏法呢, 来说服了, 这个刘备, 然后, 啊, 运用了刘备的资源, 所以呢, 啊, 成为, 这个三分天下, 的这一个大局的, 一个规划者, 啊, 所以让, 这个会用的战术, 极大化, 啊, 如果呢, 战略资源不调整, 你的战术的效益, 可能, 啊, 只有小小的, 他虽然会赚钱, 但是不是赚大钱, OK, 啊, 因为, 没有足够的战略资源, 那么, 你的战术呢, 就非常的, 啊, 这个, 受到限制了, 但是, 这个并不违背, 战略指导战术哦, 一般人说, 这个, 战术引导战略呢, 却违背的战略指导, 所以这个指导跟引导不一样, 啊, 指导跟引导不一样, 啊, 所以, 我待会会用一个像字, 来做个说明, 这个像呢, 啊, 是中国古代呢, 是谈到宰像, 宰像的意思就是, 重点在这个像字, 像的意思就是, 由下, 对上, 的, 寻寻善用, 善用的意思就是, 诱导, 啊, 就是诱导, 最有名的, 就是相夫教子, 教子的教, 就是指导, 啊, 教就是指导, OK, 啊, 教就是指导, 啊, 是由, 由这个妻子对儿子, 啊, 或者对女儿, 就是相夫教子呢, 就是, 讲的就是一个妻子, 一个妻子, 一个, 啊, 这个妻子呢, 她的任务, 其实就相夫教子, 教室, 妈妈, 对儿子的, 是指导, 那么相是引导, OK, 啊, 相是引导, 所以呢, 是由下而上, 甚至来, 相对上, 啊, 这个丈夫呢, 稍微高一点点, 那么妻子, 稍微, 啊, 低一点点, 所以是由下对上, 去寻寻善用, 同样的, 一个宰相, 啊, 对皇帝, 那么也是要, 寻寻善用, 所以呢, A段架构师呢, 其实就是, A段, 里头的宰相, 那么, 他面对, 这么多的经历人, 所以他要, 寻寻善用, OK, 啊, 所以这, 用这个相字, 来说明了, 这一个指导, 跟这个引导, 所以呢, 这个宰相, 来引导皇帝, 这是没错的, 那么皇帝, 引导, 这个指导, 宰相, 这原则也是对的, OK, 所以我说, 两者并不冲突, 所以在战场上呢, 只有会赢的战术, 才能获利, 这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这个会赢的战术, 代表的是, Profit, 那么, 赢家往往熟悉呢, 怎么去弄到免费的战略资源, 当然, 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免费, 但是这是一个目标, 如果能够弄到免费的战略资源, 那么, 你可以获得最高获利的战术, 当然这是目标啦, 这是目标, 所以有时候呢, 善于运用敌人的错误, 那么就获得了免费的战略资源, 所以呢, 什么叫做免费的战略资源呢, 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个就是, 就是, 这个, 敌人, 所以叫做设计, 就是设计敌人, 就是设下这个计谋, 然后让这个, 让敌人呢, 换错, 让敌人呢, 换错, 掉进陷阱里头, 那么, 我们就可以获得免费的战略资源咯, 这个时候, 就可以得到最高的战术的效益咯, 而失败者, 往往是战略跟战术不协调, 就是, 有战术, 但是没有战略资源, 那么有战略, 且没有战术去实现, 结果战略变口号, 战术呢, 也没有办法发挥的淋漓尽致, 那这往往是失败者, OK, 好, 在IT产业里头呢, 其实, 大家都认为, 我们的创意技术, 好像不是太好, 其实呢, 这都是, 没有实证的, 就是大家的想象而已, 但是呢, 其实最缺乏的是一种架构思, 架构思呢, 我们在上一个单年里都谈到, 它很重要的就是Mapping from the vision, 这是from the vision, to the reality, 原来的知识, reality, 那么也可以把它讲成, 就是从这个战略, 然后对应到战术的人, 就是说, 像刘备, 他的团队, 就是有的官公, 赵子龙, 张飞等等, 是战术非常的厉害, 那是刘备, 也有他的战略, 也有他的战略, ok, 有他的vision, 有他的vision, 但是呢, 没有办法去把它整合起来, 所以呢, 这个问张飞, 说, 那怎么样去实现, 刘备当皇帝的梦想呢, 他就说, 我去把曹操抓来, 那么, 问官公呢, 说你这个, 怎么样子来实现刘备的这个梦想呢, 那么, 这个官公说, 曹操队友很好, 所以我不想去抓他, 假设的啦, 我要去抓这个申全, 所以呢, 官公最喜欢, 这个跟申全打仗啦, 对不对, 到最后被, 被东吴杀了嘛, 然后, 这个刘备呢, 才去这个报复嘛, 所以刘备也死在白地层嘛, 那这整个都是, 这一个战略跟战术不协调, 这个所以孔明早在农中队, 就告诉这个刘备, 这个告诉官公, 说你不能打孙全, OK, 告诉张辉, 说你不能打这一个, 不能打这个曹操, 就是因为, 这一个, 这一个, 孔明呢, 诸葛亮呢, 他懂得, 这个从战略到战术, 给他做一个, 很好的衔接, 以及做很好的对应, 所以呢, 就发现, 这个不应该, 去打他两边, 而应该只, 把这个战略资源, 调整到, 这一个三分天下, 这样的一个, 这个小战略里头, 或是小战术里头, 因此呢, 懂得这样子的一个, 做法呢, 这个刘备, 就把, 可以把资源投进去啦, 那如果说, 没有龙中队, 那么刘备就不会把资源, 投在, 这个三分天下上, 所以他就不会, 不会去打这个刘表, 不会去打刘章, 就不会进四川楼, 他天天, 满脑子都是战略, 或就是要当皇帝, 那么这一个天天跟张辉, 关公谈的, 就是要, 这个消除, 这个阻碍我战略的目标, 所以就要想去打这个关公, 不是打这个曹操, 打这个孙权, 所以就搭配不起来, 所以呢, 这样子的一个, 有龙中队, 把这样的一个战略战术mapping之后, 那么就可以做投资了, 那如果再加上, 大家所熟悉的四点计划, 那么就会更减上天花咯, 所以呢, 如果有了这样的人物, 所以呢, 在创意的初期呢, 就会有钱啦, 那如果没有这样的做法呢, 大家不敢投资, 不敢投资呢, 所以任何的创意, 都缺乏资金, 再多, 再多的创意和技术, 都是无法商品化, 无法商品化, 所以A段架构师呢, 就是让这一个创意, 能够呢, 有技术来支援, 然后说明了, 这之间的一种关系, 然后让投资者呢, 能够被说服, 叫寻寻善用投资者, 寻寻善用投资者, 那么这个投资者呢, 就会投钱, 投钱呢, 就可以把创意加技术, 把它变成商品化, OK, 那这样就是A段架构师的, 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咯, 所以在软件开发上, 这一个程序员, 架构师跟经理, 三者之间存在的, 战术跟战略的关系, 相对上, 程序员, 就是偏战术, 然后呢, 这一个架构师呢, 偏战略, 这个如果相对上, 这边是术, 这边是类, 但是, 这一边的相对上呢, 这边又是术, 这边是类, 所以呢, 这边要来寻寻善友, 说服他, 对不对, 然后这边要来说服他, 所以呢, 三者之间存在着, 战术引导战略的重要关系, 所以呢, 经理跟架构师之间, 是战略战术的关系, 而架构师呢, 跟程序员之间, 也是战略战术的关系, 那为了让这一个动作, 这一个做法呢, 就是, 战术引导战略能够实现, 机制呢, 所以呢, 就有这个敏捷的这种概念, 所以呢, 你会发现呢, 其实敏捷呢, 也是在实现, 在促进, 这一个战术引导战略, 所以呢, 他一直在看的, 就是做测试, 测试呢, 是检验战术效果, 效果呢, 就是依照, 这一个战术的效果呢, 来做反馈, 来引导, 带动, 架构的重构, 重构就是战略的调整, 战略的调整, 所以呢, 整个敏捷方法呢, 其实也是, 经过很多很多年的软件开发之后呢, 发现过去呢, 都是在战略指导战术, 因此呢, 让这个软件的开发的时程, 时间, 成本都是非常高的, 时间抓不准, 成本一直增高, 然后质量一直不好, 所以呢, 所以就逐渐衍生出来的这个敏捷方法, 那就是要去促成了更多更多的战术引导战略, 但是还是要记得, 这并不违背战略指导战术的基本原则, OK, 好啦, 这是刚刚所说的, 这个国家的这个顶层架构设计, 都是丞相所做的事情, 在中国古代这个丞两个字是一样的意思, 这是一样的意思, 丞相所做的事, 那么架构式呢, 就扮演这个丞相的角色, 例如呢, 用这个唐宋八大家, 里头有一位叫柳宗元, 他写过一本, 一篇文章叫主人传, 这篇文章呢, 高老师把它翻译成这个, 白话文, 也把它翻译成日文, OK, 其实这篇文章是写得蛮好的, 那其中就说明了宰相, 其实就等于架构师, 宰相就应该像架构师一样, 这个伟大的建房子的架构师, 古代叫主人, 这是架构师, 其实跟宰相是一样的, 那么他是用相字这个字, 相字这个字呢, 并不是对下属的命令, 不是指导, 而是引导, 也就是所谓的寻行善用, 所以呢, 古代呢, 也用了这个相字, 用在一个好妻子上, 所以好妻子呢, 要寻行善用这个丈夫, OK, 这所谓呢, 叫相夫教子, 就是寻行善用丈夫, 引导丈夫, 然后指导小孩, OK, 相是对丈夫, 稍微上高一点点的一种用词, 教是对下的, 对小孩子的用词, 叫做, 这个叫做引导, 这个叫做引导, 这个叫做指导, 对不对, 教就是指导, 这是说明的, 这个在A段, 架构师呢, 就好像在家里的妻子一样, 要相夫教子, OK, 所以相夫就是资源决策决策的经理, 就是在A段, 然后那教子呢, 就是对V段的带领, 对V段的带领, 所以A段的架构师呢, 其实在相夫教子, 相夫就是在A段的经理人, 相夫教子呢, 就是引导指导这个V段的生产, 指导V段的开发人员, 所以呢, 就是相夫教子, OK, 好, 那什么叫做会营的战术, 现在就来谈一谈这个战术咯, 那这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 这个在台湾呢, 翻译成叫做逆思考行销, 就是逆思考的营销, 那这一本书呢, 把战术定义成这个竞争性的心智角度, 它是来自这三个字, 它是既有竞争性的, 可以获利的, 然后呢, 是针对这个消费者用户的心理, 要能够以他的心理为主, 然后呢, 这个角度要尖锐, 角度呢, 要恰到好处, 那么它强调了三个要点, 竞争要有差异性, 就是说你的产品要有独特性, 要以众不同, 这就是我们在上一个单元所谈到的, 一段架构思纳, 必须要有这个组合创新的思维, 因为我们的产品需要有差异化, 需要有独特性, 需要有气象万千, 比重不同, 那么营销呢, 是用户新制的战争, 就是我们要去创造最高的这个用户体验, 所以呢, 我们要从用户, 从整个产类的Vision, 就像苹果一样, 我们有这个从Vision出发, 来创造, 共赢, 还有我们谈到的这个像信用卡组织, 像这个农户挑水浇花, 这个都是一个心智上的应用, 我们称为叫心境, 包括不让任何的参与者受害, 不让大家吃亏, 要让所有的参与者都来占便宜, 让用户占便宜, 不是让用户减便宜, 这个都是营销的一种心智上的一种战争, 一种战争, 然后切入的角度要尖锐, 角度要尖锐, 就是刚刚有所说过的, 你不是从战略的角度, 只要这个战术的这个产品来弥补战略, 上面的缺口, 而是呢, 要能够战术本身, 要能够在竞争上, 能够取胜, 就是要能够获利, 要能够获利, 而且要能够短期获利, 那这个获利呢, 然后再来调整战略资源, OK, OK, 那这就是这一个, 逆思考营销这本书, 所谈的什么叫做战术, 然后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就是像这一个, 大家所熟悉的软件的相关, 互联网的相关, 有云端, 云端的服务, 有中端的这个产品, 我们就以这两个来看, OK, 那云端的服务呢, 它是Google赚钱的战术, 比如说地图, 地图的应用, 地图是他们的一种服务, 然后呢, 你使用的地图呢, 你如果商用的话, 就要付钱, 就要付钱, OK, 那这是Google赚钱的战术, OK, 但是就Apple来讲, 它是战略资源哦, 因为它是不收钱的, 不赚钱的, 不获利的, 那但是对Google来讲呢, 它是making traffic, 它是获利的, OK, 但是终端产品呢, 这个Google的手机, Google的, 比如说三星, 这个应用Android, 然后开发出手机, 这个手机呢, 这个只是给Google, 带来了更大的地盘, 让扩大了更多的这个使用者, 来使用它的地图, 来使用它的其他的服务, 来创造更多的profit, 所以呢, 这个在终端产品上, Google是不赚钱的, 它是战略资源来扩大地盘, 扩大地盘, 然后来找更多人, 来使用我的地图, 来赚钱, OK, 但是, 这个Apple呢, 每一只手机去卖了, 这个5000块人民币, 所以呢, 这个终端产品呢, 对Apple是赚大钱的, 对, 赚大钱的, 那如果两边都不赚钱, 那就公司就没利益了嘛, 那如果两边都是要赚钱, 那你可能两边都赚不到, 所以呢, 这就是战略, 战术, 它的定义, 常常不是从这一个产品本身来定的, 而是从这个公司的这个角度, 从这个竞争的角度来看出来的, 所以呢, 一般来讲, 要找到会赚钱的战术比较困难, 所以呢, 每一家公司都要依赖, 这个A段架构师, 去找出公司里头会赚钱的战术, OK, 好, 再来, 这就是我找出来的, 这个, 这个战术跟战略, OK, 基本上, 偏向这个是一个战略, 然后呢, 这是一个战术, 这是偏向这个战术, 所以, 所以在一般来讲, 这叫做模式, 这商业模式, 然后这个叫商业车类, 所以商业车类呢, 比较偏向术了, OK, 那模式呢, 比较偏向略, 所以呢, 我的一个大战略, 叫做内容创意在云端, 捆绑销售在终端, 这是针对, 这针对这个终端厂商的, 例如说, 华为啦, 这个中兴啦, HTC啦, 还有日本的索尼啦, 等等的, 很适合呢, 内容创意在云端, 捆绑销售在终端, 这个时候, 它可能比较偏向苹果啦, 这个终端是赚钱的, 那么内容呢, 可能一开始, 先当成战略的资源, 到最后, 还可以倒过来, 倒过来, 这样子, 这这战略战术, 有时候又分, 这个初期, 中期, 长期, OK, 所以呢, 一开始呢, 软硬整合开发, 在终端赚钱, 终端赚钱, 那么软硬整合开发, 相对上, 还是, 这一个有包括软件来送人, 这样的意味, 所以软件又是战略资源, 所以这个, 更是战术中的战术, 直接收银的, 组件, 配件, 像电视机, 加智能地毯, 那么叫做应用结合销售, 那么这已经到了这个, 战术阶段了, 到战术阶段了, 而且说明了, 整个一个战术的利润来源, 就是, 透过组件的销售渠道, 来促进小配件的这种大量的生产, 也就是, 像透过长红电视的这个, 既有的一个庞大的销售数字, 销售渠道, 来带动智能地毯的销售, 来带动智能地毯的量产, 然后来让这个智能地毯的这一个成本, 急速下降, 然后创造出获利的空间, 然后来分享这个成本下降, 所得出来的利益, 所以这个已经都谈到非常非常的战术了哦, 那之后, 再来实际上要做产品的, 那么就可以做跨平台的架构设计哦, 那怎么去设计出一个更简单, 更简单, 更能够有组合创新的, 更能够合乎未来性的, 又能够支援这个整个大战略的这样的一个架构设计, 来实现这个整个略, 还有实现整个这个数的一个资源, 做出产品出来, 真正的去发挥战术, 然后来实现大战略, 这就是我记得, 这是我个人身为这个A段架构师呢, 那目前也算进展的还蛮不错的, 最近呢, 也有工庆部的私自家庭推进中心, 大力资源, 这样的一个, 整个客厅配件的商业模式, 以及这个商业车类, 那这些, 也就是高老师发挥呢, 这一个Enjoy的, 这一个开源开放的特性, 然后呢, 制定出来的会员的战术, 然后呢, 引导这个战略, 所以呢, 我高老师也行行善用, 这一个工信部的, 这一个政府官员, 然后呢, 这个调整, 这个政府的, 这个工信部的资源, 战略资源, 来让这个战术极大化, 所以呢, 在这个高老师所谈的, 这个课程里头的, 每一项战略战术, 高老师都亲自, 以身作则, 而不是, 只是讲给别人做而已咯, OK, 希望你能够相信, 高老师在这方面的, 这个以身作则的, 这个身体力行的, 这样的一个, 做法, 希望你的支持, OK, 那这一个, 在短期的策略, 引端服务是战略资源, 终端是赚钱的战术, OK, 就是在我现在谈的, 就是我的这一个, 整个战略战术里头呢, 我要分短期跟长期, 短期呢, 是终端产品是战术, 然后引端服务是战略资源, 然后长期呢, 把它倒过来, 终端产品是战略资源, 这个是赚钱的, 意思就是, 在短期呢, 是这个买, 买这个产品, 买终端产品, 送, 赠送这个服务, 赠送云端服务, 然后倒过来, 到长期呢, 就是买这个服务, 然后送, 产品, 送终端产品, 送终端产品, 这是一个, 战术战略的一种调整, OK, 战术战略的调整, 这个也是, 在2012年, 这个亚马逊销售冠军, Jobotcan, 所采用的, 一个很重要的, 战略跟战术, 所以一开始呢, 他是以, 卖这个摄像头, 卖这个设备, 为主, 那这一个, 尤其是这一个, 是他的, 这个短期的收入, 所以这是, 卖这个, 送软件, 送服务, 那这个可能是客人自己有的, 手机也是客人自己有的, 所以他是, 透过再透过Cloud, 云端呢, 来把这个串接起来, 把它串接起来, OK, 这样子, 所以他的主要的还是一样, 这个端跟云, 一样的道理, 端跟云, 所以呢, 他提供了这么多的设备, 那这个设备呢, 就是以摄像头的产品出现, 叫终端产品, 售价是150块钱, 这就是一开始呢, 你只要付150块钱的这个产品, 他就送你软件, 送你服务, 但是当你要有更多服务的时候, 你要另外的付这个服务费, 所以呢, 就相对上逐渐的, 这个转变成这个买服务呢, 相对上就是送这样的一个硬件, 所以就逐渐的把重点移到, 这一个服务来收钱, 这云端服务来收钱, 所以呢, 就是短期跟长期, 这就是我的战略跟战术, 那么我只是集, 这一个2012年呢, 这个亚马逊销售冠军的Jobcamp, 也来支持呢, 也来说明, 我的这个构想, 我的那个战术跟战略, 跟他的, 其实是蛮接近的, 蛮接近的, 好的, 那我就先帮你讲到这里, 我们休息一下咯, 待会继续, 谢谢。